我是参加第三届进博会的企业 积极对接境外参展商 引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请求进口商机 我是启用政策对线一站式服务平台 解决设企补贴奖励政策对线事项 没有统一办理窗口 企业需跑多个部门办理政策等问题 受爱沙尼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我是阴天有小雨 海路风力较大 是三房指挥部上午十点启动 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是交警部门推出智慧新警务系统 对轻微交通违规的飞机动车行人信息进行采集 对多次违规的将予以曝光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0年11月7号星期六 农历9月22 欢迎收看闪头新闻 我们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的一次重大实践活动 此次进博会 我是广大参会企业 积极对接境外参展商 通过大力引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寻求进口商机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质量提升 这里是位于上海市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场所 昵称为四叶潮的国家会展中心 此时这里已经全面进入了进博时刻 来自世界各地的2600多家参展企业 将在这里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而我是的140多家企业也来到这个平台 寻求合作新机遇开辟进口新渠道 进口贸易具有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 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 可以大大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广东荣昌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是扎根朝阳区多年的纺织企业 企业注重研发 加快生产设备换代升级 使企业的产品研发设计能力和生产适应性 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 进博会上企业毫不例外将目光聚焦到 多家国外顶尖纺织设备生产厂家上 新的一些技术 新的一些设备可以帮助我们提示真效 去适应新的市场节奏 这一次的进博会 刚好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窗口 世界先进技术的顶尖设备云集于此 使得进博会成为一个学习新技术 引进新技术的重要平台 专业制造食品包装设备的 广东粤东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就专程前来参观学习 以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 我们的产品这已经出口了海外 塑料原材料企业深入洽谈 进一步扩大进口 此外企业还在本届进博会 积极谋求新商机拓展企业经营范围 第三次参加进博会 对我们企业挖掘市场潜力 寻找新的业态与业务增长点 开展多元化经营 并与伙伴合作共赢 合作共当 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统计 今年前三季度 我是进出口总额539.6亿元 同比增长22.8% 其中进口总额109.4亿元 仍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 此次我是组织企业参加进博会 将进一步促进扩大进口 同时对优化我市进出口结构 提升产业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进博会 政府对我们的扶持 力度是相当的大 一些先进的东西 就像我们后面这些先进的机械手 这些都是在我们平时 应用的领域上都会有应用到的 因为政府组织了这次的观展 然后让我们企业也受益匪浅 我是政务服务 变民会企又有新剧 昨天下午 我是启用政策兑线一站式服务平台 上线的政策兑线服务事项70项 将解决涉及补贴奖励政策兑线事项 没有统一办理窗口 企业需跑多个部门办理政策等问题 让信息多跑路 让企业少跑腿 甚至不跑腿 政策兑线一站式服务平台 是今年市委市政府开展企业和群众 办事创业 百项疏赌行动一项具体要求 将通过一口受理 内部流转 集成服务 有效改善 原有企业和群众对线政策 需要多投跑 来回跑的现象 逐步实现 线下只进一扇门 线上一网能通办 不断畅通 政策落地实施的最后一公里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将会同我市相关职能部门 做好该平台线上线下的运行工作 切实提升综合政务服务水平 当好服务企业和群众的电小二 政策兑线一站式服务平台 以精准推送 精细管理 精心服务为目标 围绕我市现行各类奖励 税收优惠 产业促进等优惠政策 进行收集分类 梳理出兑线流程 为全市企业提供政策兑线 一站式优质服务 让信息多跑路 让企业少跑腿 甚至不跑腿 目前 我是政策兑线一站式服务平台 供上线涉及工信 人设 市场监管 商务的政策兑线服务事项70项 约商通上线服务事项达803项 已逐步构建起涵盖 办业务 找政策 提诉求 筹资金 拓商机 招人才 六大领域的综合功能体系 对我们公司是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的话 在线上申请的话 然后去线下办 速度是会比较快一点 政府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 让我们企业能够少跑路 不办事 解决了以往办一件事 要跑很多部门这些难题 也让我们能够及时地 了解到政府有些什么优惠政策 优惠我们 扶持我们企业 展现汕头良好形象 传播汕头好声音 这两天 全国各大媒体 关注了我市 跨境电商 正企直通车 潮博中心建设等情况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经济日报电子报刊发汕头市委书记 马文田署名文章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在新时代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文章写道 汕头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坚定地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 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扛起历史责任 坚定不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连接点 大力推进七大重点产业片区规划建设 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 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扎克客户端刊发文章 汕头市正起直通车旌旗开通 筑起纾困解难 构建亲情政商关系的重要举措 扎克客户端刊发文章 报道即实现海湾隧道东西线贯通之后 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将于明年5月份交付使用 南滨南路也将于明年6月份完工 汕头湾南岸新城正在悄然崛起 清华网刊发广东农产品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数量增至两个 报道汕头市城海区 创建农产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获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回复同意 城海区将突出城海特色优势产业 以本地特色农业蔬菜种植 湿头鹅饲养产业园区 打造跨境电子商务园区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和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 做好乔的文章 加强新时代广东乔务工作 本月4日至6日 省委统战部在汕头举办培训班 组织全省21个地级以上 市委统战乔务干部进行培训 培训班邀请中央统战部 二级巡视员刘靖师等 为学员授课并进行专题研讨 同时组织学员们 重走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潮州和汕头路线 参观了潮州广纪楼 广纪桥 排放街和汕头开布文化陈列馆 桥批文物馆和小公园开布区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省桥办主任庞国美 汕头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陈立文等 参加有关活动并做讲话 培训活动为各地市桥务干部 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学习观摩机会 让全省桥务干部 加深了对大统战格局的理解 进一步坚定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重要只是精神的信心和决心 活动中 汕头桥乡的工作经验成效 得到了各地市的好评 近年来 汕头顿目相依 增进情感认同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构筑创新创业发展高地 桥务工作平台多元扩展 助力助推汕头新时代 进一步打好桥牌 做好桥的文章 昨天 市政协副主席黄恒 带队开展三旧改造工作民主评议 回头看专题视察 实地查看金平区善章路 福东金联社旧村庄三旧成片改造项目规划情况 听取市自然资源局工作情况汇报 去年 市政协常委会对市自然资源局三旧改造工作 开展民主评议 对我市三旧改造工作 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民主评议意见 市自然资源局高度重视 切实推动具有示范意义的项目 打造样板 以点待面推动三旧改造工作 视察组强调 要集中力量 全力推动 连片成片改造和旧村庄改造 优化审批流程 推进联合审批 争取政策支持 推动三旧改造工作的落实 昨天下午 市职机关工委举办 冠册党的19届五中全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座谈会 市职各单位 中职和省职驻善单位 党组织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 市职机关各级党组织 要坚决贯彻 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和党的建设的更高要求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把市职机关各级党组织 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以征抓实干精神 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 要积极发挥市职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不断开创党建工作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活动中还对市职机关庆祝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真文活动成果进行交流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冬 这是象征着冬天来临的节气 北方一些地区已开始下雪 但在南方却还在防台风 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 今年下午 今年第20号台风爱沙尼 中心距离汕头市东偏南约230公里的海面上 8日上午将减弱消失 受其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我市将有小雨 海陆风力较大 沿海陆地风力5到6级 阵风7到8级 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 我市还是一个阴天有小雨的天气 明天夜间起将转成一个多云 9日开始 整体的天气是以转为一个勤见多云为主 若冷空气仍有一个补充的影响 7日夜间至8日 阴天有小雨20到26摄氏度 9日多云到勤19到26摄氏度 10日到11日 勤见多云18到27摄氏度 今天上午9点多 市气象台已将台风白色预警信号 升级为蓝色预警信号 市三房指挥部也于上午10点启动防台风 四级应急响应 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有关预案要求 加强值班值守 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 特别是做好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 和鱼排养殖人员上岸避险 滨海旅游 以及户外作业等安全仿办工作 来关注城海区和潮南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 城海区坚持扫黑除恶必须依法打 坚决打 主动打 持续打 打出声威 打出各级党政和群众满意度的总体思路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全区共打掉涉黑恶团伙95个611人 其中涉黑组织2个79人 涉恶集团5个47人 涉恶组织团伙88个485人 立涉黑恶案件507宗 破案448宗 刑事拘留1187人 逮捕1042人 今年来 城海区采取有力措施 压查整治十大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 取得了明显成效 截至10月26日 各级交办 转办 督办线索 半截率99.1% 率先开展讯刷大摸牌大集体行动 创新提出六种讯刷摸牌喝茶方式 广泛发动群众拳击举报 有力正视黑恶势力犯罪 提升智慧治理水平 朝南警方 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右侵行动为重心 打掉一批涉黑色恶犯罪团伙 抓获一批涉黑色恶犯罪嫌疑人 为全区助理项目建设零障碍施工 和创文体制升级 提供坚强保障 据统计 专项斗争开展至10月底 朝南区共倒毁黑社会性质组织两个 打掉恶势力犯罪集团六个 团伙58个 查破涉黑色恶刑事案件398宗 抓获涉黑色恶违法犯罪嫌疑人1328名 抓获涉黑色恶逃犯384名 查扣涉案资产1亿多元 查处公职人员46人 县任离任村区干部130人 其中 在扫黑除恶百智追逃行动中 朝南公安分局 仅用23天时间 便抓获28名目标逃犯 是全省抓获逃犯数最多的分局 最近 交警部门加大对非机动车 和行人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推出智慧新警务系统 对轻微交通违法的非机动车 行人信息进行采集 对多次违规的将予以曝光 近期 交警部门持在中心城区 开展交通秩序集中整治 在严查交通违法行为的同时 引导摩托车 飞机动车进入道路右侧 交通隔离栏内车道行驶 规范飞机动车 行人横过人行横道时的通行秩序 为此 事案头公安交警部门 推出了智慧新警务系统 对飞机动车 行人的轻微交通违规行为 利用警务通交通违法画像系统 对违章者的相貌 车辆 身份证号码 违反的法律条款等信息 进行采集 对多次违规的将予以曝光 就是他在多个地方 被我们的执行民警采集到信息的 我们这个系统 有一个评次的一个统计 如果评次太高的 我们公安交警部门 会对这些重点的违章人员 进行一个入户宣传走访 到他的家庭 企业公司或者单位里面 根据他的这个违章的这个性质 可以采取和他的领导或者同事们一起 对他加强一个宣传的教育 这个画像采集功能可以很好地教育了 那个路人跟那个飞机动车的违章现象 使这个路口的违章现象有明显的减少 交警部门接下来将建立精准长效执法机制 持续加大力度 开展整治管理 零种整打击交通违法行为 在此我们呼吁广大的交通参与者 出行要遵征手法 为上头创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 今天上午是创文办派出督察组 赴豪江区 城海区检查市容环境卫生 发现各个区域总体情况良好 但仍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需要整改 在航区广澳社区居委会周边 广澳肥仔饮食店战道经营 门前三包没有落实 健康症过期 污水未经处理 直排市政沟渠 顾客在室内吸烟 肥仔餐饮店隔壁的猪肉档 无震经营 乱停车 卫生条件差 战道经营 和服餐饮店违规战道经营 地面垃圾没有及时处理 广澳市场内 摩托车进入市场 额入店商户三房落实不到位 海鲜残渣落地没有及时清理 市场附近的零下路 建筑材料占据一半路面 妨碍车辆正常通行 在豪江区达西路往西元新路方向 多家商户占道经营 零食市场流动摊位占道经营 路面脏乱差 路旁存在现场宰杀活情现象 豪江市场水产类海鲜档和猪肉档 海鲜残渣等垃圾随地乱扔 在城海区城华街道的富德园市场 有摩托车进入市场 流动摊荡违章战道 水产残渣随地乱扔 在广义街道环城西路的易华园市场 多家商铺占道经营 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 摩托车乱停 在凤翔街道的万圣园生活市场 多辆摩托车进入市场 多家商户占道经营 市场门口和周边过道 有多辆小轿车乱停乱放 针对本次检查的情况 市创文办要求豪江区城海区 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迅速落实整改 努力营造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实现文明创建工作长效化 推动全市创文工作深入开展 近日 市公安局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来到市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市场 对该市场落实蔬菜农药残留检测情况 进行检查指导 要求市场开办方和各经营户 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措施 做好蔬菜农药残留检测工作 杜绝农药超标蔬菜流向市场 同时各级监管和执法部门 要履行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治劳食品安全防护网 活动还邀请汕头大学医学院 附属肿瘤医院专家 做题为农药致癌不容忽视的专题讲座 市场全部有十家蔬菜批发商 现在每一家都配备了 这个农药残留检测室 对我们市场进出的蔬菜都进行检测 我们市场方也会加强管理跟监督 使在我们市场出去的蔬菜都确保安全 近日市潮越传承绑护中心 市取一家协会的演艺工作者 与特区青年报 汕头少年报工作人员 一起走进新西中学 开展家园印记文化传承 潮越潮取进校园活动 向孩子们演艺和展示潮汕传统优秀文化 优美的旋律吸引着孩子们 学校潮越潮取社团的孩子们 也将排练好的节目搬上舞台 与前辈们一起同台演艺 潮取是我们世界上的非物质文化遗场 作为中学生我们应该了解并熟悉潮取 并将其发扬光大 就是希望把传统文化校园 在孩子们心中拨下种子 种下这个文化 我们还会继续来开发一些新的课程 然后把潮汕文化传承好 歌逼舞舞弊歌是藏族人民一种独特的民间歌舞艺术形式 昨晚高雅艺术系列演出天籁藏歌在一都大剧院上演 藏族著名歌手及新生代藏族歌手齐聚一堂 以对唱 独唱 合唱 舞蹈 藏族乐器演奏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 为观众展示了一场藏族艺术风格的音乐盛宴 《山头高雅艺术》系列演出 是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文化惠民活动 2017年以来 系列演出已经举办了30多场 以上就是今天《山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收看 欢迎您关注《山头新闻》 微信和微博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